大家好 我是嘉瑜 歡迎收看聚焦新亞洲 首先現在來看到阿富汗的東南部 近巴基斯坦邊境 二十二號凌晨 發生規模六點一的強震 而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牆壁出現嚴重的軍列 到處都是斷環的殘壁 政府派出直升機救援 接種部分傷者 而地震至少造成了 九百五十個人罹難 超過六百人受傷 而且傷亡數字 很可能會繼續增加 受到全球通膨高居不下的影響 民眾生活成本不斷的升高 薪資卻縮水了 隨著夏天來臨 不滿之下蔓延整個歐洲 各地交通運輸業釀了罷工潮 而英國鐵路工會 發起了三十年來 最大規模的罷工抗議 導致當地交通癱瘓 一般民眾無車可搭 而比利時民眾也上街抗議 呼籲政府要採取行動 立抗蓬蓬 炎炎夏日超過七萬名比利時民眾 高舉旗幟標語 涌上街頭 抗議政府抗通膨不力 比利時六月通膨率 飆破百分之九 就連擁有高收入都難以負擔 受到一日罷工影響 布魯塞爾機場也貼出公告 取消所有起飛航班 而這場不滿之下 早已蔓延整個歐洲 高呼口號 英國民眾擠滿街頭 英國鐵路工會發起三十年來 最大規模罷工 抗議萬物接障 只有薪水不漲 導致當地交通癱瘓 英國車站空曠幾乎沒有班次 不少民眾被迫以步行 或腳踏車逮捕上班 而面臨通膨飆升 工人罷工以及能源短缺 一連串危機 讓英國彷彿回到七零年代 經濟困境 英國政府不但沒有作為 首相強生還強硬表示 罷工只會造成大眾不變 但英國工會聯盟秘書長林奇警告 鐵路罷工可能只是開端 隨著英國通膨飆近百分之十 創下四十年來新高 教師 醫護人員甚至律師 都在醞釀罷工 這場不滿之下 也已經在航空業展開 瑞恩航空和義捷航空的西班牙 和法國員工全部罷工 抗議幾組人員只能領取 歐洲最低工資 歐洲交通業全面醞釀罷工潮 如果各國政府不積極處理 一般民眾恐怕也難逃罷工波及 記者劉家宇報導 接下來關心 美股終於在昨天迎來反彈 能源股領軍強勢大漲 四大指數也都收紅 拜登先前樂觀表示 經濟衰退並非不可避免 讓投資客重振信心 而美國正在面臨 四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拜登政府寫出渾身解數 而根據美國消息 拜登跟習近平最快將會在七月 進行通話 美股週二大漲反彈 四大指數集體收紅 因為拜登二度表示 經濟衰退並非不可避免 提振了市場信心 美國財長葉倫和能源部長 格蘭霍姆也都認同拜登說法 美國為了挽救通膨使出渾身結束 聯準會一口氣升息三碼 升幅創下二十八年新高 如今又表示七月不排除再升息 而對於取消對陸關稅 拜登與習近平有可能在七月通話 拜登十六號二十號二度表示 衰退並非不可避免 獲得官員們一致支持 十八號也指出 將盡快與習通話 從官員到總統積極行動挽救經濟 但大陸方面對此冷回應 美國打著自由民主旗號 在東歐 中亞 中東拉美等地 測動顏色革命 製造地區動盪 大陸外交部甚至發表四萬字長文 炮口瞄準美方對台政策 媲美背信契義 拜登民調直直落 通膨席捲全美想靠減免對陸關稅 挽救其中選舉 拜登勢必得先解決 與大陸外交僵局 記者蔡新城報導 接下來關心日本央行 持續寬鬆貨幣政策 讓日圓不斷的走貶 二十二號早盤貶值到零點二一七 再創將近二十五年來新低 相較於今年三月高點 現在兌換十萬台幣 可以現賺將近五萬日幣 雖然日本民眾對國內物價上漲 深感不滿 但對外國旅客而言 可說是搶便宜的好時機 因為現在日本買一支iPhone 13 Pro 算一算會比在台灣買便宜 還要大約是六千元 漢堡搭配金黃薯條是許多學生 外食族的最愛 不過日本民眾未來想要吃到這一味 得要多付點錢了 因為日本摩斯漢堡 宣布從七月十三號開始漲價 平均每項商品漲二十元日幣 不敵原物料上漲 以及日幣狂扁的雙重打擊 原本被譽為出名美食的拉麵 卻因為原料的小麥 以及各種食材的成本都上漲 餐廳業者逼不得已調漲售價 從原本的九百五十元日幣 一口氣漲到一千零二十元 其中放在湯裡的豬肉價格 更是貴得讓店長直搖頭 由於日本央行堅持採取貨幣寬鬆政策 希望透過低利率來支撐經濟 但是因為各國加速貨幣緊縮 來抑制通膨 使得日幣持續承受貶值壓力 日本民眾對日幣貶值 所造成的物價上漲深感不滿 根據日經的民調顯示 四成六的民眾認為 應該停止貨幣寬鬆政策 另外也有六成四民眾直言 無法忍受近期的通膨程度 日本政府也在二十一號設立對策本部 對高漲的物價做出因應對策 二十二號日幣對美元一度突破一百三十六大關 對臺幣也來到零點二二二一創二十五年以來新低 等於一元臺幣可兌換四點五一元日幣 相較於今年三月高點 現在兌換十萬臺幣可以現賺將近五萬日幣 對於日本民眾而言 日幣貶值日子難過 但是對外國遊客而言 卻是減便宜的好時機 以iPhone 13 Pro為例 台灣售價台幣三萬兩千九百元起 日本則是售價十二萬兩千八百元日幣 折合台幣只要大約兩萬六千九百元 少了六千多元 等於打了八折 有經濟學家分析日幣貶值 可以提供出口價格的競爭力 不過在全球能源價格飆升的狀況下 貿易商還有更多成本得要承擔 記者廖遠總和報導 經濟變動疫情也在變動當中 而來看到Omicronya變異株BA.4 還有BA.5感染案例逐漸增加 歐亞國家疫情復燃 但隨著各國的防疫解封 加上第三季的疫苗保護力下降 第四季疫苗接種率又不高 專家警告說夏季恐怕會爆發 新一波的疫情 導致更多的死亡案例 Omicronya變異株BA.4 BA.5 來勢洶洶 導致全球疫情反撲 專家警告防疫別鬆懈 因為踏入夏天 確診數可能會再飆升 導致更多死亡病例 BA.4 BA.5造成歐洲疫情大反彈 法國住院人數在一週內增加27% 重症人數也增加17% 德國葡萄牙荷蘭等國 確診數也不斷攀升 專家提醒第三季疫苗保護力 正在下降 目前第四季接種率又偏低 加上各國疫情解封 夏季可能爆發新一波疫情 一旦出現症狀較嚴重的心情變種 疫情恐怕會持續更久 德國衛生部長建議民眾 盡快施打第四季疫苗 並在密閉空間佩戴口罩 新一波疫情也燒到亞洲 新加坡21號單日新增超過7000人確診 是前一天的兩倍以上 更創下兩個月來新高 不過近一個月確診案例中 輕症或無症狀高達99.7% 衛生部門表示 未來確診數可能會持續攀升 呼籲長者接種第四季疫苗 其他年齡層也至少要打三季 世界各國疫情壓不下 北韓竟出現抗疫奇蹟 從五月最嚴重時 單日發照案例直逼四十萬 最近已經連續兩天降到單日一萬多例 死亡病例更只有七十三例 寫下全球最低的0.002%死亡率 真實性雖引人懷疑 但外界推測北韓很可能在六月底前 正式宣布戰勝新冠病毒 記者綜合報導 來看到美國在台灣時間 今天二十二號宣布 六個月到五歲大孩童 可以正式接種新冠疫苗 目前能夠提供施打的一共兩款 包括輝瑞以及莫德納 有百分之二十的家長表示 會在疫苗一推出 就帶孩子去施打 因為這樣旅行 才不會因為擔心傳染而感到壓力 拜登和第一夫人 一同拜訪華盛頓的衛生所 查看孩童施打疫苗的狀況 許多家長也開心 向拜登回首致意 美國正式提供一千萬劑新冠疫苗 給六個月到五歲大的幼兒施打 部分家長反應熱烈 支持幼童施打疫苗 醫護人員提到 如果是兩歲以下的孩童 疫苗會施打在 脂肪較多的大腿 兩歲以上則施打在手臂 對於幼兒施打疫苗是否有副作用 美國衛生局長莫爾蒂表示 沒有明顯副作用 就算有也會在一天後消退 由於美國CDC批准了兩款疫苗 六個月到五歲大可施打兩劑莫德納 六個月到四歲大可施打三劑輝瑞 輝瑞一劑劑量比莫德納要小 面對家長猶豫 白宮官員表示兩者都安全有效 如果真有疑慮可以詢問 兒科醫生 另外根據美國一項調查顯示 五歲以下兒童父母帶孩子接種疫苗的積極性 目前並不高 僅有百分之十八的父母計畫 將帶孩子接種疫苗 未來接種率是否會再提升 有待觀察 記者陳理新報導 秋冬季節面對新冠疫情在一起 及流感高峰莫德納加緊腳步 預計二零二四年推出同時對抗 新冠以及流感的二合一的超級疫苗 一年打一劑就夠了 而歐這人就發現 通過佩戴智慧手錶 就能夠監測身體是否出現重大變化 有百分之六十八確診者 在症狀出現前兩天 就能夠提前知道是否染疫 左手打新冠疫苗 右手打流感疫苗 去年秋冬 英國展開雙苗開打 但未來不用再挨兩針 莫德納理想中的二合一超級疫苗 一年一劑就夠 已經在澳洲展開人體實驗 渴望兩年後開打 其實諾瓦瓦克斯早一步研發二合一疫苗 目前第一階段 臨床實驗數據表現優異 預計明年就可上市 若出現症狀才發現染疫 旁人藥房根本來不及 歐洲研究發現 若佩戴智慧手錶 監測身體狀況 可在潛伏期就發現身體不對勁 像是呼吸變快 體溫變高 心跳變快 就連手腕皮膚溫度 和血液流動 易於往常時都能及時察覺 實驗中透過分析數據 能夠正確在症狀出現前兩天 識別出百分之六十八的確診病例 而史丹佛大學發現 染疫後的腦物和癌症化療 引發的認知障礙相似 目前最明確的治療方式或特效藥 等日本使用TMS治療法 透過電流活化腦部 減緩症狀 記者綜合報導 來帶引關心 無敵新興失效 新冠肺炎確診 還會多次感染 國內二度染疫人數 目前已經有一千五百零八例 醫生提出說 國外研究數據 發現Omicron重複感染的風險 是Delta的十六倍 不只二度感染 甚至還會三度感染 平均間隔只有六十五天 所以重複感染次數增加 間隔時間更短 而重複感染六個月之內 死亡率 住院率 以及出現之後的 後遺症機率都會大大增加 Omicron 傳染力強 還有重複感染機率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國內二度感染人數 已破一千五百例 根據英國統計 Omicron重複感染風險 是Delta的十六倍 國外研究也顯示 第二次感染機率是12.29% 第三次百分之零點七六 而且重複感染 對於肺臟 心臟 及神經系統都會有影響 Omicron有可能你的 你診斷一百個感染 其實有二十個可能是再次感染 只有二十個 真的是第一次感染 所以再次感染 其實是一個很常發生的事件 國外數據更顯示 第二次確診 平均間隔是七十九天 第三次縮短為六十五天 隨著重複感染次數增加 間隔時間會更短 而且重複感染六個月內 死亡率 住院率也會攀升 出現後遺症的機率會更高 最主要就是說 Omicron它本身並沒有保護力 也就是說你感染到Omicron以後 它並沒有辦法產生 足夠的抗體來保護 下一次不會再感染再發病 國外研究報告更指出 第二次感染產生後遺症的機率 超過兩成 第三次以上後遺症發生率 會比第一次高出四倍 再次感染影響最大的 就是他們的精神壓力 因為很多器官也是會有受到 很高風險的侵犯 面對BA.4及BA.5威脅 一是提醒如果想避免重複感染 最好的方式 還是儘快接種第三劑 若符合第四劑資格 也要儘快施打 才能提高保護力 記者周天杰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來關於新 到新北的恩案 在錄音檔全部曝光之後 新北市府的處理過程 引發外界質疑 而市長厚遺強調說 會負起全部的責任 不過令連日來 拼命在錄音檔上大作文章 但最先民調顯示 在六都市長防疫表現上面 厚遺就以35.2居灌 跟上個月相比 只掉了一個百分點 似乎是沒有起太大的作用 厚遺召開市政會議 一開頭就對恩恩事件 表達歉意 公開承諾會扛起責任 所以我們全力負起所有的責任 我負責 每一個責任我都負起 在錄音檔曝光後 外界檢討新北消防及衛生單位 處理程序 不捨第一線同仁及家屬 身受困擾傷害 侯友宜強調自我反省檢討不迴避 雖然案子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很多的地方都值得我們去學習檢討 我們要去省事 而去面對司法的任何的調查 我們不但要全力配合 我們也都不迴避 恩恩案已經延少將近一個月 侯友宜自己出來擋子彈 頗有收拾戰場的意味 民進黨上下抓著錄音黨 對侯市府重追猛打 但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 侯友宜以35.2%位居第一 儘管近期聲音不斷 但跟上個月民調相比只掉了一個百分點 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錄音黨成了政治追殺工具 面對這場政治攻防侯友宜態度轉變 所有責任蓋瓜承受 還有不再讓綠營搭順風車操弄話題 藉由李孟章戴駿與新北採訪報導 來看到日前指揮官陳時中確診 解割之後兩天還是快篩陽性 為現身記者會 有網友提問說 到底是第八天快篩陽 能否直接去上班 底下大批網友留言說 部長我被你弄得好亂啊 頭皮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關子兩個口話 隨他們說 指揮中心記者會 本週兩天都是羅一勳召開 因為指揮官陳時中確診解割後 連兩天快篩都是陽性 為現身記者會 有網友PO文提問 到底第八天快篩陽 要不要直接去上班 部長我被你弄得好亂啊 底下有網友留言 同皮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還有人說部長同仁的命才是命 更有人大酸套句部長名言 你不要太滿一切都要怪病毒 但解割後快篩陽 到底能不能上班 中國副醫副院長黃高斌指出 陳時中有吸煙習慣 加上年紀較大 屬於高風險族權 可以預期病程較長 但年輕健康的確診者 排除病毒的能力較好 多數人在隔離七天後 已驗不出病毒 方面來講就是說 他有沒有症狀 那二十五以下 傳染力就比較強一點 我們就不建議他上班 勞動部也提到 若確診解割後七天 人快篩陽或是快篩陰性 但症狀沒有完全緩解 可以再向雇主請隔離假 雇主不可以拒絕勞工請假 也不可以片面拒絕勞工上班 就看你再來會接觸到誰 比如像我們醫院的話 我們就不喜歡這種人回來上班 因為他們接觸得很病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 居家照護期間 指揮中心業務仍運作正常 也有外界開始推敲 是否可以從指揮中心畢業 有一屆人士透露 陳時中的去留 對疫情已經毫無影響 隨時都可以走 民進黨會為他做好政治安排 時間最快就在六月底 以選舉為考量的防疫措施 要選舉你就去選舉吧 省得再耽誤防疫 也有專家認為 六月底全臺疫情緩解 渴望新冠肺炎法定傳染病等級 由第五類降到第四類 也就是回歸地方通報系統 至於城市中是否同時 卸任指揮官 也引發各界關注 記者周天杰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黑心快篩流入市面 南軍爆料說石藥署審查快篩EUA 這種涉及高度專業跟公權力的事項 竟然是找來臨時工來審 簡直是太扯 太離譜 兩百萬劑黑心快篩流入市面 政府審查EUA漏洞百出 藍尾提報 衛福部石藥署網站上 招募臨時審查員 難道是臨時工在審快篩EUA 因為說的審查員都是臨時人員 臨時人員他們是一年一聘 過程當中是不是有很多 因為上期交辦 所以審查員他們就必須配合 因為聘員也在審查 正式的公務員在哪裡 貼心EUA是誰給的 貼心廠商是誰找來的 快篩季審查荒槍走板 三百二十六間廠商申請EUA 卻僅僅三十五間合可 但賣小吃的賣墨水夾的 在農社民宅的神奇生技公司 全都卻憑中選 就是沒有知名的生技大廠 甚至舊社區的幾十年的小藥局 四月二十九號突然換了個 生技公司的招牌 五月一提申請九天之內 就拿下EUA 明明是一家社區的小藥局 搖身一變掛上了招牌 裡面人全部都沒有換 就可以變成是生技公司 而且馬上迅速取得所謂的 快篩世紀的EUA 什麼開小吃店的高登啊 什麼白天成啊 什麼墨水夾的 什麼很奇怪 三十幾家就有七家有問題 你說你問題大不大 應該是有關係 否則怎麼可能幾天就核准 檢調不要幹什麼 也不查 很多都是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才突然之間決定要 把這些快篩世紀進口了 請問一下 他們如果不是有內線消息的話 他們怎麼會知道 應該在那個時候 成立公司二姐來 代理進口這些快篩產品 這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一個官商勾結的問題 黑心快篩風暴 政府致敬都沒人道歉 沒人負責 國民黨炮轟該廢掉監察院 至少全面庭審 經驗預算 記者綜報報導 下日一過用電量就創下新高 而現在電價恐怕又要調漲 將應先針對用電量大戶 豪宅調漲8% 這也是首次突破3%的天花板 專家工商大佬超級不滿 企業揚言說一定會出走 民嘴炮紅蔡政府的能源政策 導致國庫虧損 將近2000億 電價真的hold不住 審議委員會 將在6月27號召開會議 預計將針對用電大戶豪宅 漲價8% 首次突破3%的天花板 這也將是四年來首度調漲 但執掌用電大戶 也讓工商大佬超不滿 用電大戶漲價台積電排第一 那台積電外移是不是政府能忍受 執掌用電大戶 那就是處罰用電大戶 製造業會出走一定會出走 台電虧損七百億 預估必須大漲百分之十八 才能回本 但夏季電價一上路 民眾電費已經先貴了 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二十七 明嘴炮轟 蔡政府的電價政策 最後倒霉的是百姓 夏季電價就已經漲很多 尖鋒用電 一度電話八塊多錢 就算這樣 他還虧 台電總統這樣是虧 一直虧一直虧 他終於一天要爆炸 終於一天要破產 政府補這個錢哪裡來的 是納稅人的錢嘛 一樣嘛 羊毛出羊身上 蔡總統曾經承諾 電價十年內絕對不會大漲 專家認為台灣電價居高不下 關鍵就在能源政策大有問題 台灣的能源問題 是一個政策上的錯誤 而不是提高電價 就可以解決穩定 而低價的核能不用 去使用了高價的天然氣 還有不穩定的再生能源 所以導致台灣的電價 一直居高不下 將來全台灣的新的房子 上面都是要台灣能板 經濟海域也要放這個風力發電 台灣被你搞成什麼樣子 多難看啊 就是蔡英文的能源政策 造成國庫要虧損兩千億 你十年以前 你說不會電價不會大漲 這十年以前就亂預測嘛 死亂中氣 即便電價調漲了 也不代表能穩定供電 就算檯面上被狂漲電價的是 用電大戶 但最後恐怕還是會轉嫁給老百姓 記者在龍鵬林佩傑 台北參訪報導 接下來關心台北市長柯文哲 拋出新建驚嚇大橋共享 卻遭到陸委會批評說荒謬跟無知 但是被發現說二零一五年 民進黨跟金銘的候選人陳腔江 跟蔡英文共同政見就是 評估新建驚稱的大橋 南軍炮後說難道陸委會 這一巴掌是打在蔡英文臉上 柯文哲拋出新建驚嚇大橋 陸委會立刻跳出來 同批這說法是無知荒謬 直入為馬很可笑 但是這是一巴掌打臉小鷹嗎 因為二零一五年 民進黨金銘候選人 在選舉公報上挑明說 和蔡英文的共同政見就是一年內 評估新建驚嚇大橋 以及驚嚇捷運 並全面加值消三通 同一座橋為何柯文哲 提出來要被罵無知荒謬 陸委會這個回應非常非常好 他在告訴我們蔡英文總統 就是無知就是無恥 提案還經過民進黨會全國代表 還會通過 怎麼會今天跨時空來打臉自己呢 這又是典型的綠人你不能 開的支票拍的胸部 然後現在柯文哲講這個話 就變成大逆不道了 蓋一座橋我們就會失守了 那小三通是誰開放的 不就是你蔡英文嗎 藍軍鴻難道柯文哲提就是無知 你小英選總統提驚嚇大橋 就是好棒棒嗎 但到底驚嚇大橋 對金門有什麼實質利益 帶來物流以及觀光旅遊的發展 是有實際的經濟效益的 金門人都贊成 金門跟夏本要蓋這個大橋 祥安機場 二零二五年就要開始啟用 那讓金門人以後要出國 不必到台灣來轉飛機 但是民進黨用反裝的思維 說這是特洛伊的木馬圖稱 這個當然是荒謬 而且是欺騙所有的老百姓 當初蔡總統的公開政見 不過換個人來提 就變成穿床毒藥 民進黨白紙黑字的歷史記錄 不知道陸委會有沒有看到 記者綜合報導 來看到金門大橋在昨天晚上 進行試燈 限裂七彩霓虹 吸引了不少民眾搶拍 欣賞美麗的燈光秀 入夜後施工中的金門大橋 燈光點亮 絢麗的七彩霓虹 彷彿一艘幾倍風帆 搭配背後廈門城市夜景 金門的金列水道 越夜越美麗 民眾直呼 感覺很有國際水準 本的酒很漂亮 很漂亮 對 剛才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樂點 連接金門本島和烈雨鄉的金門大橋 全線長約五公里 二十一號晚間試燈 為十月的通車暖身 不少民眾都趕到現場搶拍卡位 一同來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大家都期待想看到五座主橋同時亮燈 就是期待它那個旁邊那些也亮起來 其實好像沒有特別多展 下一次來希望它做好 我們可以直接開車過去 金門大橋是國內首建 長跨距海上橋樑工程 建造相當不易 海上幾倍要克服多項難題 預計十月通車 目前工程只剩最後一里路 記者李俊龍金門採訪報導 來看到澎湖花火節 登場直到六月底 重頭戲就是海上的花火節 但不用到澎湖也能夠拍到 精彩的煙火畫面 嘉義的攝影玩家公開了秘境景點 阿里山跟東石海邊都能夠眺望 視線是臨時角 而煙火跟柯田一起入鏡同框 還有秘境的瀑布 透過空拍鏡頭 一起來感受清涼的暢快感 澎湖花火節煙火在海面上狂炸超震撼 但一定要到澎湖才看得到嗎 攝影專家拍攝秘境大公開 由空拍機組合而成的美人魚在天空中悠遊 還有超大顆愛心 愛澎湖的英文字樣也清晰可見 從遠方眺望澎湖煙火 視線臨時角也不用人幾人 這個秘境就在嘉義阿里山 隔了一百多公里的距離 一樣能把澎湖花火的精彩畫面 全部收入相機內 另一個拍攝秘境在東石的網寮漁港 煙火搭配當地柯田變成另一種景色 攝影玩家說這個構圖挑戰了十幾遍 才終於拍攝成功 觀音瀑布空拍畫面令人震撼 從高處往下俯衝 彷彿勝利其境 感受到一股暢快清涼感 瀑布秘境還有這一個 蛟龍瀑布排行世界第八 又稱台灣之龍 只有下雨過後 才會出現 疫情爆發戶外大自然形成超夯 不管是到山上秘境看煙火 或是體驗瀑布震撼 讓人百看不膩 心況神移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 承載許多香港人回憶的珍寶海鮮坊 在6月18號下午在南海的西沙群島沉沒了 事故原因成為焦點 而根據港媒報導 珍寶海鮮坊自開業至今 每年都必須要耗費數百萬港幣來維修保養 在2020年的時候遇上疫情爆發 被迫暫停業 嚴重虧損加上巨額的保養費用 讓珍寶瞬間成了難以接受的負資產 發生事故是真的意外還是被乘船 現在各界質疑 擁有46年歷史 曾有世界最大海上食府之稱的珍寶海鮮坊 在南海西沙群島沉沒後 引來外界質疑 認為這個曾被視為香港符號的大船 是被刻意沉沒 海事處說 知道有關的報導之後 已經立即要求海鮮坊的營運集團 提交書面報告 並且會跟進調查 廚房說海鮮坊原目的地是柬埔寨 珍寶海鮮坊在14號離港後 所述集團一直拒絕透露船隻去向 面對沉船一案 也只透露沉船深度超過一千公尺 打牢極為困難 因此全案仍在調查 幾句話簡單帶過 但據港媒報導 帶走珍寶的是一艘南韓級拖船 他在14號下午駛離香港 向西南前進 目的是柬埔寨 到了18號晚間 記錄顯示珍寶已經抵達西沙群島海域 但19號 船隻突然掉頭徘徊 呈現不規則航行 記錄更成鋸齒形 這個時間點與乘船事發時間 位置都吻合 因此引發陰謀論說 連續三天的海市處紀錄 發現只有一艘拖船離港的紀錄 相信就是拖走海鮮坊的遠洋船隻 那艘拖船是韓國註冊的座員9號 報導表示 這已經不是這艘拖船第一次發生事故 2021年12月 他就曾因為海浪過大 在澎湖海域斷覽擱淺 從修船到乘船 大量輿論質疑 為何大陸有這麼多的修船廠 集團卻將珍寶移交東南亞 且船上還沒有船員 難道是因為維修費高昂 又或者沒人接受 所以才採取這種便宜形式的氣質法 又或者是騙取保險而設計的意外 儘管外界眾說分圓 但這一切都無法被證實 會不會有負責我們想文字查詢 你們有沒有 都不知道想要有什麼文字 但是 記載著香港半個世紀的繁華 以中國宮廷為設計特色的珍寶海鮮坊 當時不僅是眾多筷子人口的電影取景地 無數名流包括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都曾是珍寶的左上兵 對於珍寶的沉默 有香港插畫家 曾在沉船前畫了一張沉船圖 如今插圖成真 她再次分享貼文 表示自己烏鴉嘴長嘴 另外香港符號的消失 也令不少港人氣憤要求港府 此事應該徹查 記者 鮮漢宇報導 接下來關心大惡房市持續低迷 三亞勒市的鳳凰島的豪宅 曾經房價已被炒到 兩百三十萬一坪的台幣 現在卻崩跌到只剩下兩折 由建商為了促銷竟然出奇招 祭出了小麥換房 大蒜換房的策略 兩周就售出了三十套房 大陸海南省三亞市的鳳凰島 島上無動風凡屍大樓 已是三亞的地標性建築 曾經被譽為東方杜拜 島上有七星級飯店 國際郵輪港口 熱帶風情商業街等等 作為豪華度假勝地 吸引了許多投資客 房價最高一度被炒至一坪 兩百三十萬台幣 只比北京豪宅價格 但如今熱度過後 價格卻崩盤至每平台幣 五十萬至一百一十萬不等 不少投資客被套牢寫本無歸 而近期疫情蔓延 大陸房市持續低迷 河南縣城竟然有建商出奇招 基礎小麥和大蒜換房的策略 海報上寫著 兩元人民幣一斤小麥換房 最高核底首付十六萬房款 約七十二萬台幣 從我們推出到現在 長交也有三四十套了吧 到報道截止 我會至少應該在五十套以上 建商已高於市價的價格 收購小麥及大蒜 稱已經成交三十套房 共八十六萬斤的大蒜 只不過這促銷方案 到底算不算優惠 可能還是見仁見智 過去山東有男子來買房 竟然是用大水桶裝著硬幣 一共帶來二十桶 來付首付十五萬 工作人員出動二十六人來幫忙 但還是數不完 最後還是用秤的 才算出總金額 一塊的 五毛的 然後最可惜的還有一毛的 內蒙古這名男子 則是騎馬去買房 手裡拎了一大袋現金 讓五六名工作人員 花了二十分鐘才清點完畢 大氣的美房方式也令網友 看傻眼 記者 綜合報導 來看到貴州市大陸辣椒大省 種植面積高達五百多萬請 吃解了世界的四分之一 而產銷規模是全大陸第一 這不但養成貴州人 無辣不歡的飲食習慣 還把辣椒加工方法發揚光大 不同品種辣椒透過不同的工法 釋放出層次窘益的風味 讓金太說把辣椒香跟辣發揮到極致 破曉黎明 街頭香味 熱氣真疼 一碗豆花麵開啟尊益人的一天 鹹辣噴香從口腔一路暖到胃裡 瞬間精氣神全上來了 這個豆花有豆花的香味 麵條有麵條的香味 在我們貴州又吃辣椒 辣椒也站起來 太爽了 豆花麵最重要的就是蘸水 蘸水一定要好吃 豆花麵 靈魂就在這蘸水調料 其中糍巴辣椒最是關鍵 選用辣而不猛 香味濃郁的蝦子辣椒 將乾辣椒去蒂 泡洗 冷水下鍋煮 煮到辣椒肉渾圓厚實 充分膨脹 再撈出切碎 放進菜籽油粥 加入鹽 白胡椒 聞火慢炸三四個鐘頭 切辣椒 煮辣椒 打辣椒 然後才煮辣椒 這個過程要好幾個小時了 製作糍巴辣椒 需要慢工出細火 憑藉好眼力 靈敏嗅覺 和老到驚艷 等到鍋中辣椒 顏色變深 辣味濃濃湧起時即可出鍋 炸鍋的辣椒如糯米般有黏性 配上肉燒 花生米 蔥末 薄荷 蘸水就大功告成 與豆花麵條均勻攪拌 香噴噴火辣辣 讓人垂弦三尺 都說地無三里坪 貴州山高路陡 過去交通不便 物資匱乏 缺油少顏 只好把盛產作物 辣椒當作調味品 進而懂得用不同方法 挖掘出辣椒豐富多樣的好滋味 來 清湯 死完了 與瓷巴辣椒不同 羊肉粉中的胡辣椒 那份炒製出來的胡香更加濃厚強烈 與略帶三味的羊肉堪稱絕配 挑逗刺激著食客門的味蕾 早餐 晚餐和宵夜都可以吃的 你要吃就吃啊 你要吃啊 烹製胡辣椒這項絕火可不簡單 得用煙火器十足的木柴來燒 待鍋熱後將潮天椒和燈籠椒倒入 不停翻炒烘乾水分 備出濃郁的辛香味道 表面呈現微微焦糊才能起鍋 炒好的辣椒放進石灸中 全靠人力倒醉 在千錘百鏈中磨出焦香四溢的辣椒粉 為了凸顯鮮香醇厚的味覺層次 還得精細加工成胡辣紅油 淋上熱油釋放出胡辣椒的特殊香氣 指帶與羊肉粉完美相遇 將分割好的羊肉大骨內臟一一放入鍋中 加入蜜製調料包 先大火煮至熟透 再用小火慢燉 最後在沸騰的羊湯裡 澆上幾勺胡辣紅油晃龍點睛 滾燙滑嫩的粉 濃香暖辣的湯 撒點清脆玉滴的蒜苗香菜 這份香與辣在不知不覺中 成為尊藝人 魂迎夢謙的家鄉味 從外面刷牙回來 一定要吃完羊肉粉 吃完羊肉粉才真的感覺到家裡 所以有一個時候 我都喜歡跟他們說一點 歡迎回家 無辣不歡 既然成為尊藝人的DNA 在他們的血液中流淌 隨便走進一戶人家 總能見著幾罐辣椒 其中少不了色澤燕紅的糟辣椒 它香濃鮮辣 酸脆可口 是菜肴中的調味擔當 選用當地一種叫做子彈頭的辣椒 清水洗淨 晾乾水分 放入木桶 加入生薑 大蒜 與冰糖 白酒混合在一起 還得用特製鏟刀剁碎 剁辣椒是件折磨人的氣力活 得忍受得了辣水刺野 辣味嗆皮 才能萃取出迷人滋味 我就想糟辣椒更標準化 更原生態化 防空洞裡的恆溫恆濕 則給予糟辣椒發酵的最佳環境 剁好的辣椒裝進壇中 盤口加水密封塵放 整個過程不能漏氣 稍有不慎前功盡氣 從風潭到取出食用 要經過一百八十天的等待 時間的魔法讓辣椒 從辛辣變得鮮香酸爽 有了香辣酸爽的辣味加持 在尋常不過的食材 也能成就人間美味 世世代代與辣 患難與購 透過不同的加工技巧 釋放出層次迥異的香與辣 唯有貴州人才得以將辣椒 演繹得如此精彩 淺辣生香 也讓他們有了 再來看到南韓的江陵市新博物館 利用光影的互動裝置 打造各種奇幻的空間 讓人大開眼界 從天花瓣延伸到地面的 超大型藝術裝置 加上滔滔不絕的水深 讓人彷彿置身在瀑布當中 十公尺高的海浪 下一秒好像就要迎面撲過來 壯觀的場面令人震撼 南韓江陵市的新景點 多媒體藝術博物館 利用光影和聲音 讓觀眾如同置身在太空之中 不只將整片沙灘搬進博物館裡 讓人感受到雲影變化 天安當中一閃一閃的紙質燈籠 四面都是鏡子反射 彷彿掉進了不可思議的世界 每一個角度都是絕佳取景點 此外還有整面牆的花海 一盞一盞的天燈 世界名畫展覽 由不斷變化的巨型螢幕 為民眾帶來聽覺 視覺甚至是嗅覺的饗宴 而德國的馬戲團 也利用這樣的光影藝術 為表演帶來巨大變化 一匹一匹的馬奔馳而過 接下來還有大象表演 只靠前肢站立 以及長陽在空中的鯨魚 搭配著舞者的精湛特技 取代傳統的動物表演 為了全球觀眾的一支好評 日本東京的品川水族館 最近也宣布 在裝修完成的五年後 將結束海豚秀表演 高知縣的水族館也跟進 決定停演海石秀 隨著近年來 洞保一世抬頭這樣的動物秀 可能越來越難看到了 記者綜合報導 很多人都想問說 不少經典卡通人物 包括皮卡丘 海綿寶寶跟小熊維尼 不略而同採用黃色 作為主視覺色調 而事實上這不僅僅是巧合 背後藏有深遠用意 不管是海綿寶寶寶 還是寶可夢的皮卡丘 又或者是喜歡蜂蜜的小熊維尼 這些卡通人物都有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他們都是黃色的 但這並非巧合 美國動畫公司解釋 黃色的波長容易被人眼識別 因此更能引人注意 小小兵等多種卡通 以黃色為基底 就達成了吸睛效果 除了黃色本身明亮之外 卡通顏色的選擇和對比色也有關聯 在電視三顏色紅 綠 藍之下 黃色會與藍色產生對比 總是一起出現的大熊跟多拉A夢 黃色的襯衫 藍色的身軀 也是一黃一藍的搭配 卡通也常出現藍色的大海和天空 像是海綿寶寶身上的黃 在其他角色旁邊就更加顯眼 就算是五顏六色的複雜環境 擁有亮黃皮膚的角色 也能一眼被認出來 根據色彩心理學 黃色在光譜上是暖色系 能散發活力 讓人感到快樂又放鬆 而且能讓人忘記角色性別 無論用於男生或女生角色 都能讓觀眾愛上這些卡通人物 許多國家的計程車都是黃色 台灣人也常把小黃掛在嘴邊 黃色不只顯眼 還能有效減少交通事故 研究發現黃色車隊肇事機率 比藍色車隊低了百分之九 可見除了卡通娛樂 黃色用在交通安全方面也大有幫助 記者綜合報導 還看到美國動物園一隻公獅 被拍到不斷地捉弄小獅子 結果被母獅給發現了怒吼制止 公獅嚇得馬上立刻站好 玩入人類夫妻之間的互動 也讓網友笑翻了 美國芝加哥動物園 這隻公獅玩性上升 不斷逗弄獅寶寶 還故意用腳半倒塌 小獅子感覺很困擾 不斷逃跑 但就爸爸不放棄 還故意用爪子拔他屁股 沒想到這時可心來了 老婆帶人駕到 一聲怒吼 讓公獅瞬間屁屁剉 趕快立正站好 原來萬獸之王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的竟然是自己的老婆 嚇得趕緊駐守 眾人以為結束了 沒有抓公獅看老婆離開 又想捉弄 上前再扮一腳 這時候母獅又來了 公獅子嚇得趕快落跑 網友笑說原來獅子也會怕老婆 而且原來幼稚不是人類的專利 連動物也會有家庭糾紛 有趣的畫面也出現在大陸 貓總媽媽突然暴怒狂作 收寶寶的屁股 網友說這一幕好像人類上身 隔著一幕都能感覺到 媽媽的怒火 原來是熊寶寶不聽話 愛亂跑又失控 讓媽媽氣到火冒三丈 直接當中打屁股 還甩頭就走 最後這黑猩猩寶寶 一把搶走遊客的自拍棒 還超嗨上下跳動 一旁的猩猩媽媽健壯上前制止 還將自拍棒還給籠子前的遊客 宛如人類母子的互動 也讓網友笑翻 記得綜合報導 下日將近飆高溫 有冰店跟動物園合作 用新鮮水果製作七彩水果冰棒 動物們飆入水果冰棒 大塊朵頤看起來非常享受 天氣有夠熱可愛的台灣黑熊 蕭鼠也要吃冰棒 一大塊七彩水果冰磚 大口大口的啃咬 這是高雄壽山動物園的黑熊 還有黑猩猩超聰明 拿著水果冰棒邊舔邊吃 你覺得動物會不會想吃冰棒 會 因為牠們有麻會更熱 動物園這樣子很貼心這樣子 會會會 動物園超貼心送上冰棒 動物也能清涼一下 另外還有紅毛猩猩以及菸之猴 吃得不易樂乎 但給動物吃的冰棒 殼得特別製作 用新鮮芒果 奇異果 火龍果 大果汁 再加入水果塊 超天然的水果冰磚 連人都可以吃 做給動物吃的東西 我們只能用天然的水果跟水而已 色澤鮮豔一點 動物看起來可能 看起來會比較可口 給動物吃他們 讓他們吃得久一點可口一點 今年我們也特地利用天然的樹枝 來代替那個冰棒棍 希望說讓動物 可能更安心 然後更方便的來享用 沒有任何添加物 單純只有水果加水 超健康動物特製冰棒 連人都能吃 在地冰店為可愛動物們 特製新鮮水果冰 就算沒有冷氣吹 在動物園依舊可以清涼一下 度過炎熱的夏天 記者洪夫人羅采堯高雄報導 再來看到最近網路上 風傳一段影片 一隻小公羊在牡羊解放之後 不但突然去跑微微到了 還臉上露出了表情非常的搞笑 讓看到網友都大呼說 太可愛了吧 小羊等牡羊解放之後 趕緊跑過去湊上鼻子 聞了幾下 下一秒竟然露出超級奇特的笑臉 不但眼睛眯起來 下排牙齒還露出來 表情似乎非常享受 遊客看到這個畫面 都忍不住笑出來 很可愛啊 這裡是宜蘭某觀光農場 農場內的瓦萊黑鼻羊 據說就是卡通笑笑羊的主角 農場員工說這個品種的羊 都會不自覺的露出這種搞笑表情 因為他聞到牡羊的尿尿之後 他就會露出這個迷之微笑 影片被農場員工拍下來PO網 網友看到都笑瘋了 留言回應 怎麼那麼可愛啦 不想以為是特效耶 表情超ㄎㄧㄤ的 其實瓦萊黑鼻羊是從瑞士來的 數量不多 全世界只有兩萬頭左右 而且只有七個國家才有 特別的是一般的羊 只有公羊頭上才會長腳 瓦萊黑鼻羊則是公羊母羊頭上都有腳 瓦萊黑鼻羊全身被蓬鬆的白毛遮住 緊露出臉和四肌 有別於動畫 這個真羊演出的笑笑羊 真的讓人看了豐富大笑 記得林醫生 王毅德 宜蘭報導 來看到美國西敏寺拳展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狗狗比賽 今年有超過兩百個品種 約三千五百隻狗狗參賽 狗狗在主人的指導之下 跳鑽牛跑為比賽熱身 新聞最後帶您一起來看 同時感謝您收看 我是李嘉宇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嘉宇